其中有一個就是空氣污染的 我們那個時候調查開機車的 我問你 台中的空氣污染 機車其實是不是占最大的比例 這個事實你承不承認 承認 九層承認的人 接著再問他下一個問題 那你願不願意主動來改善 立即調到一層 台灣的公共事務的現象非常普遍 都是這樣九層贊成 但只有一層要主動受 所以我給他叫做九一元禮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子的 台灣的民風 為什麼個人的善良 善良到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好到亂七八糟 卻在整體公共政策 永遠不能夠提升 我要探討的是這個議題 那我們這個按下 我在談到台灣宗教再來談 那我現在來跟各位解釋 那台灣人的整個的 因果關係的探討是怎樣 因果關係探討 為什麼要講因果 我有沒有講笑話給你們 聽過 一個精神病的 不是啊 醫生要診斷 他有沒有精神病 就問問題 這個患者 他就問他 如果我現在把你右邊的耳朵 割掉 你會怎樣 右邊的耳朵都割掉 有沒有講過 他說喔割掉 患者就回答 那我會看不見 那如果連你左邊的耳朵割掉 那你會怎樣 那這樣我會看不見 醫生嚇一跳 問他為什麼 因為這樣我的眼鏡就掉下來了 醫生說 你沒有精神病 馬上晃走 十八世紀 有個醫生 當時沒有所謂的醫術 十八世紀都採取放血 西方 我講的是西方 那亂七八糟的 那根本沒有什麼醫血原理的 抓那個無疾有沒有 給你把你塑毀啊 放毀 那個很多都是因為 放血都放死掉的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 那個像現在類似 像現在所謂的精神 那一個醫師 他做了一個判斷 一個人精神 有沒有正常 他把一些需要檢驗的 這些患者 整個集中在一個大教室裡面 然後在大教室旁邊啊 放了很多水龍頭 然後把水龍頭這個打開 讓水流滿地 然後裡面有放了一些 水桶啊 馬布啊等等 他就觀察這些人的行為 那就發現一大堆人 就看到喔水流滿地 他就拿起那個桶子啊 開始擠水啊 在那邊啊 在那邊啊 然後他就看看有幾個人 他呢 就看了 就觀察 這個水從哪裡來 找到源頭 去把水龍頭關掉 這樣的人 沒有神經病 馬上放走 那一些在那邊吸水的 會笑 這兩個故事 在說的就是什麼 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 凡是即被因果判斷能力的人 叫做精神見證 現在社會上發生什麼事情 不去做因果關係的探討 不從結構下手 而一直停留在小細節 我們的教育通通養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國家議題 國家就是喜歡培養這樣的鄧蛋 這樣比較好統治 你知道這因果關係 是人類 是精神是不是健康的基本 那我們就來看看 台灣人為什麼養成這樣的因果關係 這個譬如說台灣各個朝代 我們要讓大家了解 台灣人的連格的因果關係 在吳政府時代呢 明朝這個正年功之前 荷蘭的時代是怎樣 你知道嗎 荷蘭時代是透過什麼樣來 還有包括他的宗教 你們知道荷蘭時代做最多的是什麼 表不及在台灣做的 龍馬拼音把原住民的文化印在下 他雖然是 他是採取用政教合一的方式 甚至於呢 宗教還凌駕在這個政治之上 你知道在荷蘭時代的統治裡面 他透過這樣子的白樓 透過各個地方的這個 酋長 部落 那他是以民致民的這個方式 這個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談到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那個已經消失了年代 追溯不出來 到了明朝正成功的時代 你知道明朝正成功的時代 是原型進化 你平常說是走到什麼程度 你偷東西哪一手偷的 左手偷的砍左手 右手偷的砍右手 你踹人家這個哪一腳踹的 那哪一腳 明朝統治台灣的二十二年事 如果不實力也不必忽 如果不實力也不必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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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